近日,有人目睹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路易斯王子在诺福克享受这一经典的英式美味 这一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难道这就是王室的凡尔赛时刻? 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路易斯王子近期在诺福克度过了一段温馨的家庭时光 据目击者称,他们在诺福克的安末厅度假期间 前往索恩汉姆的著名炸鱼薯条电链勒克斯 与母亲凯特王妃一起享用了美味的炸鱼薯条 这一幕被围观者捕捉到 引发了人们对皇室成员日常生活的无限好奇 位于东英吉利的度假圣地 诺福克一向以其美丽的海滩和宁静的乡村景观而闻名 每当学校放假 乔治、夏洛特和路易斯都会和父母一起前往这里 享受假期的宁静时光 而这次,他们的选择看似简单 却引发了外界的极大关注 毕竟,谁能想到 小王子和公主们会和普通人一样 喜欢这种传统的英国街头美食呢 Rick's Fish and Chips是一家当地非常受欢迎的餐厅 以其新鲜的海鲜和地道的薯条而闻名 威尔士王妃凯特王妃也对这家店青睐有加 这让不少当地居民感到惊喜和自豪 一位度假屋业主透露 看到凯特和孩子们在店里用餐时 他简直难以置信 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Rick's 果然是皇室认证的好餐厅 不仅是年轻的王子和公主们 对炸鱼薯条情有独钟 王室的长辈们同样也有这种平民化的饮食偏好 卡米拉王后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她对新鲜烹制的炸鱼和薯条情有独钟 称这种传统美食是她的最爱之一 她说 新鲜烹制的炸鱼和薯条用纸包着 那香味简直让人无法抗拒 这位年鱼七旬的女王显然深爱英国美食的精髓 而她的这种平易近人也让公众对她更加喜爱 甚至连已故的伊丽莎白女王也不能免俗 据说 在她生前每次前往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公度假时 也会派男仆到附近的小镇购买炸鱼和薯条 显然 这种英式传统美食在王室中早已扎根 成为了一种家族传统 而威尔士亲王威廉则在野食偏好上 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虽然她也喜欢炸鱼薯条 但她更偏爱另一种英国人喜爱的外卖食品 咖喱 在BBC广播一台的一次节目中 威廉坦言自己喜欢吃咖喱 但不能吃太辣的 她幽默地说道 我不能吃太多辣味 否则我会流汗 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同样出现在节目中的凯特王妃 则笑着补充道 而我喜欢吃辣 所以我必须先煮咖喱 然后再加辣 最后再加点辣味 显然 这对王室夫妇在饮食习惯上 有着很大的差异 但这也正是他们夫妻生活中的 一个有趣小插曲 而对于年轻的夏洛特公主来说 她显然继承了母亲对辣味的热爱 凯特王妃曾在2019年透露 现年9岁的夏洛特公主 也非常喜欢吃辣的食物 这一消息让不少人感到惊讶 毕竟 年纪轻轻的小公主 居然有这么重的口味 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与此同时 在光鲜的王室生活背后 真实的体验竟是降低期望 与重新自我定义 索菲公爵夫人直言 成为全职王室成员的过程 并不如外界所见那般华丽 她反而经历了一场 从职业女性到王室成员的 深刻转变 在进入王室之前 索菲公爵夫人 是一位在公共关系领域 颇具成就的职业女性 她曾在多个知名公司工作 甚至创办了自己的公关公司 积累了丰富的职场经验和人脉 当她踏入王室大门时 这些曾引以为傲的专业背景 却成为了她在新环境中的障碍 在成为王室成员后 索菲发现 自己曾经那套在职场上 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王室中根本行不通 她坦言 我确实花了一段时间才站稳脚跟 这句话不仅是她内心挣扎的真实写照 也揭示了王室生活的另一面 在这里 经验和能力并不一定会被看中 相反 她需要适应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 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 当外界看到索菲公爵夫人 身穿华丽礼服 出现在各大慈善活动 和王室仪式上时 很难想象 她背后经历的心理斗争 在一次与泰晤士报的采访中 索菲直言 她曾尝试将自己的职场经验 应用于王室工作中 但很快发现 行不通 在慈善活动中 她无法像以往那样 提出直接的建议 或制定战略 这让她感到无比沮丧 因为这正是她之前在职场上 赖以生存的技能 我不得不退后一步 她说道 这种退后 不仅意味着在工作中少发言 更是一种心理上的调整 她从一个习惯于职言不讳 提供解决方案的职场女性 变成了一个需要学会适应 和支持他人的王室成员 这种角色的转变 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一个充满挑战 和自我怀疑的过程 索菲公爵夫人 与爱德华王子的婚姻 在当时引发了广泛关注 两人在1999年 于温莎的圣乔治教堂 举行了婚礼 虽然没有国家或军队的参与 婚礼本身 仍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而婚后的生活 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那么轻松 作为王室成员 她必须面对 公众的高度关注和无尽的责任 而这些都是 她在成为公爵夫人之前 无法预见的 尽管她在王室中 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索菲公爵夫人 始终没有放弃对家庭的重视 她与爱德华王子 共同决定 不授予他们的孩子王室头衔 以便让他们能够 在相对正常的环境中成长 这一决定展示了 她对孩子未来的 深思熟虑和母亲的责任感 这种选择 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她个人经历的反应 她深知 独立和自立 才是应对现实生活的最佳策略 随着时间的推移 索菲公爵夫人 不仅在王室中 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还逐渐成为了 王室的重要支柱 已孤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对她的信任和依赖 以及她在公共事务中的表现 都证明了她的价值 虽然最初的王室生活 充满了挑战 但索菲最终 还是通过坚持和调整 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2024年 随着查尔斯国王和凯特王妃 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索菲和爱德华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受到关注 他们承担了更多的王室活动 并在家人面临健康危机时 展现了他们的支持和担当 索菲的表现 不仅为她赢得了公众的尊重 也巩固了她在王室中的地位 此外 爱丁堡公爵夫人索菲和爱德华王子 因其对王室的突出贡献 有望获得查尔斯国王的一笔巨额奖励 一处位于温莎庄园的皇家住所 然而 这并非一份简单的礼物 因为这一住所 目前正由爱德华的哥哥 安德鲁王子居住 而安德鲁对于搬迁的态度 则显得异常强硬 自2023年被封为爱丁堡公爵和公爵夫人以来 爱德华和索菲已成为王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去年 爱德华王子参加了297场王室活动 位居第三 而索菲则以219场活动紧随其后 他们的勤勉无疑给查尔斯国王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为他们赢得了这份被受瞩目的奖赏 温莎庄园的一处显赫地产 这个据称将被授予的皇家住所 目前的居住者是安德鲁王子 一个因丑闻缠身而远离公众视野的人物 安德鲁自2003年起便居住在这里 并与王室签订了一份为期75年的租约 尽管查尔斯国王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 试图让安德鲁搬离 包括削减他的安保人员 但安德鲁仍然顽固地拒绝离开 这场王室内部的房产之争 无疑会引发更大的家庭裂痕 毕竟 这不仅仅是房子的问题 更是权力 地位与尊严的较量 查尔斯国王希望整合王室资源 确保最活跃的成员得到适当的安置 而安德鲁王子的存在 显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理查德凯在邮报中写道 尽管查尔斯和爱德华兄弟俩 并非总是意见一致 但自从爱德华夫妇 被封为爱丁堡公爵和公爵夫人以来 他们不断增加的工作量 令查尔斯深感欣慰 这对夫妇不仅在凯特缺席期间填补了许多空白 还为王室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做出了巨大贡献 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动荡的时期 他们的稳健表现让人刮目相看 然而将他们搬进皇家住所的决定 很可能会引发新的王室内部斗争 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到爱丁堡公爵夫妇和安德鲁王子 还关乎整个王室的未来 当查尔斯国王努力整合资源 并在家族内部重新分配权力时 这场围绕王室宅邸的争斗 或将成为英文王室历史上 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篇章 未来会如何发展 是安德鲁王子最终被迫搬离 还是爱德华和索菲不得不另寻他处 一切都悬而未决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场纷争注定会让王室的内部关系 变得更加复杂微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